这期影片我想要跟你分享这个 很多人都不敢讲的话题 我如何在30岁前从一无所有到赚到人生第一桶 100万美金的故事 我会跟你讲我这5年前到现在的所有经历 然后告诉你我是如何一步一步一步走到现在的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经历呢 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像5年前的我一样烦恼的人 所以说我想要跟这样的你们传递一个事情 自由的人生很难实现 但还是可以试试争取的 努力三年人生只有可能被改变 所以说我打算把这里面所有的故事都分享出来 希望能够鼓励到你 希望能够给你带来一些希望 也想说帮你避免踩一些雷吧 我强烈建议你一定要把这部影片看完 尤其是看到最后 我会把自己用5年换来的巨大发现也分享给你 这个发现或许会改变你未来5年的一个人生轨迹 嘿我笑传 这个频道是专门赋能普通通通过网络创业 理解商业提高自己收入 实现自由的生活方式的 记得订阅然后点开旁边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你想要的知识了 上面的这个年表展示的就是我的过去的年表 说的就是从我开始发奋到第一桶金的一个业绩推移 然后呢我就按照这个顺序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第一2017那个完全赚不到钱的年代 我是14年的时候去日本留学的 然后到了17年当时呢我刚研究所毕业 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创业idea 但是呢我已经定下了人生的方向性了 那就是拿着MacBook全世界边旅行边赚钱 因为我天生就是喜欢出去玩的人 但是呢从结果来说17年我根本就做不到 所以说我就只能一边做梦 一边就这样维持生计各种打零工 那个时候呢我在东京前朝那找到了一个观光咨询台的兼职 我就一边在做兼职一边也开始研究一些入门的网站项目 就像是帮人套版做设计啊 帮老外提供一些广东话普通话的配音啊 还有这是电商的关键词搜索量调查 但是这些网站项目都是些体力活了 单价也很低 每个月最多就是赚个三五百美金这样一个收入 然后到了第二年18年 我在东京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开始正式的找工作了 哎当时真的混得还真的挺惨的 不巧的是日本是一个男权社会还终身雇佣 外国人家女生其实就职很不利 因为都会被怀疑你的稳定性和毅力的问题 那因为我毕业的学校太妥还可以 所以说我比较成功的进了30家的面试机会 但是全部都被拒了 这我第一次愿是面全日空 我面全日空的管培的时候啊 面试官还问我说 你是不是走错场了 我说哈我没有啊 然后面试官说 女生不是都面CA面空姐的吗 然后面建筑公司的时候 那个面试官就上下打量我说 我们公司的女生要跑工地很累的哦 行吗你 然后逼得我只能点头说 我力气很大的 反正最后就是呢 30多家公司面的三个月 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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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最后呢 我明明没有什么兴趣 但最后还是进了一家 卖半导体的商社 更为就是如果你了解日本了解日本的商社 你就非常能够明白 它是一种怎么样的组织 反正就是这个工作也真的不是我希望的那一种 商社里面的员工他们很动不动 就部门内部约喝酒一下喝到天光 天亮啊喝到 然后他们上下关系非常严格 而我卖的那个产品是卖主板 电容器内存之类的那些半导体 天天的工作就是跑出去整个日本出差 见客户打电话给他们推销 做了十个月但很惭愧的说 我自己连我卖的那个产品的日文名 我一直都还没记得住 也引发了一些思考 就是我慢慢的意识得到 我做了自己不感兴趣的东西真的是很难有所成长的 那你在一个你自己都不认同的文化社会里面 你也会过得很痛苦啊 所以说这两件事情加在一起 老实说在当时我就更找不到我自己一个快乐的源泉在哪里 所以说当时一边深陷泥潭一边我也没有放弃我自己的梦想 周末的时候呢我就会跑去东京六本木的那个 Staya的那个书店去蹭他们电商副业网络行销的书 然后看六个到八个小时 我基本上半年没有停过 那段上班的日子唯一的娱乐就是偶尔租辆车 然后带着一个很烂的一个很不专业的帐篷去露营 然后从东京开车到富士山旁边开个海底捞 吃完直接回家 反正就这样 基本上当时的周末我的生活都这样 但是呢大半年下来我还是挺有收获的 很多网络行销的知识和认知都是在那段时间 逼得自己培养起来的 直到上班第十个月的时候有一次应酬喝酒 然后我实在是过劳 在居酒屋的厕所里面就这么晕倒了 然后我的头我刚好这里 运气很好的是这里砸到了厕所的那个铁柱 然后我自己的肉都被砸裂了 然后我血流到我半身的西装都是 我当时还要自己一个人打车去找医院缝针 休息了三天之后去上班 然后上司第一时间也找我去聊天 结果居然不是关心我 是说要把我调到别的部门 所以想象都知道他就怕被黑锅嘛 这真的太扯了 我这时代找不到快乐的源泉 我也觉得太不负责任 所以说我第二天 第二天就提出了两周之后要辞职这个辞呈 到了辞职的那一天 我真的是把在日本待了五年的东西 用一个上午全部寄回家 然后在第二天我直接就飞去泰国去卖 所以说感觉在日本的那几年就像什么 像是渣男那样伤透了你的心 你走的时候比谁都义无反顾 没有什么留恋 我当时呢租了一辆摩托车 然后把整个泰北环游了一遍 然后泰国那边的人生活 生活态度很自由很轻松 他们也不会攀比 当地的那个平均月收三百美金 过得非常幸福 我回想起来我过去拿着个三千美金的薪水 我过得跟X一样 当时的那种环境跟我的职场 真的成了一个超级无敌明显的一个对比 所以说那段时光真的是用钱买不回来的 可能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光之一 但是呢好景不长 在同一场旅行的时候 等我去到埃及因为一点意外 我把我的膝盖给玩伤了 当时旅行结束一回国呢 等着我的就是跑医院做手术 这因为做了一个膝盖的手术 我就被迫躺在家躺了四个月 那段时间我一直都在纠结以后该怎么办 虽然说回国之后你工作压力是少了很多 但同时很公平你的薪水也比在日本的时候低很多 那段时间呢还发生了一件事 深深的刺激了我 就是我有一个跟我同一时间辞职回国的同学 他回国的时候呢 也是直接进了一家我们当地的一个日企 不出所料他的薪水比以前在日本就职的时候 降了一大半 但是最让人无语的是什么 就是他的那家公司啊 日本人和当地员工的厕所竟然是分开的 日本人专门的豪华厕所 当地员工不让去 得去普通的 我听完之后我觉得这也太夸张了吧 我说这真的是一种侮辱 我这么说应该也没有错啊 如果我在卧床的那四个月内不做出什么改变 我也会跟他一模一样的 所以说我就化身成一只鬼一样 我就鬼都不知道我是怎么过的那段时间 早上七点开始折腾然后折腾到凌晨两点 我这三个月 三个月的期间我没有休息过一天 我一直在家里面研究网络研究怎么时钞 拼命的就是找在网络上能够赚到收益的那个方法 所以说当时啊网络上说的方法我全部都试过一遍了 像什么Fiverr啊之前说的配音啊电商之类的 只要有一点希望我都会尽我全力去钻研 比我现在都要努力的多 快熬不住的时候我就会翻回过去的一些旅行的录像 然后呢就像那种抬头看一下梦想 然后低头要折腾一下 抬头再看一下梦想 又低头折腾一下那样 望眉止渴 说归说 但是我也透过那段期间 我学到了一个人性的道理 就是人呢他不会在追求快乐上面拼尽全力 但是他绝对会为了逃离痛苦奋不顾身 所以说我想要告诉过去的我 包括如果现在深陷泥潭的你 我反而其实要恭喜一下你 因为面对低潮 这很有可能是你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你千万不要低估你自己的一个可能性 其实呢让我现在想啊 就是在那之前一直没有赚到钱的一个原因也很简单 那就是因为我没有用网络这个杠杆 找到那种资产性强能复利能积累的项目 然后当我明白了这件事情之后呢 我就意识到说其实我眼前只有两条路 要么就是跨境电商 要么就是自媒体创业 结果来说我都做了 而且我都是一个人开始做的 我首先做的其实是电商啊 因为电商它的见效很快 我选的是亚马逊 亚马逊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 大卖家太多了 所以说我走的是冷门的小卖家路线 但是呢我还是算比较幸运的 选品失败了几次 赔了几次钱之后呢 我找到了一个超冷门 因为它是带死带电的一个老人 借户护理工具 然后那个时候整个市场的竞争对手 只有一个人 所以说能卖的单价比较高 能卖到5980日币 利润率有40% 每天自动能出单个5到10个 所以很快 我真的是比较幸运 我当时每天只能够赚到 100美金以上的被动收入 但是呢 很快 每个做电商的人 我觉得都会遇到同样的一个烦心事 你赚到的那笔钱 其实从这个市场上面 别的竞争对手里面挖过来了嘛 很快那个竞争对手 就开始花钱找人来给你差评了 然后又找人把那个差评点赞顶到第一名 你还不能什么都不做哦 因为它只要这样一个操作 你每天几百美金利润的店铺 突然就不出单了 这很生气 我也只能花钱去买差评给它补上 结果这种东西真的没有意义 我们来回搞了三四次 搞来搞去 结果两边没赚到钱 钱倒是被差评服务商给赚了 而且呢 你今天卖一个产品卖得好 明天可能会有人跟你卖一样的 可能还比你便宜 每天都在这样的恶循环里面 哎 我真的很没有意思 所以当时我就不想干了 所以我很明确的知道说 电商的效率见效是很快 但是单纯靠这条路 特别是个小卖家真的走不通 我就开始琢磨着另外一个 一个人也可以创业的方法 就想到了自媒体 那也是因为说我很幸运我身边 当时好几个日本的大学同学 像是强云少女 还有北海道铁柱 他是抖音YouTube 日本TikTok的夸街网红 他都是我的同学 我是看着他们做起来的 不过呢 自媒体创业这个对我来说 其实也是一个蛮大的挑战 就是我在想你要拍子媒体 你不是要现在那样讲自己观点吗 你讲自己的观点 就可能会遇到键盘侠来 说你啊怎么办啊 或者是说 别有家人朋友刷到了 我岂不是超丢脸 丢脸死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总觉得我自己 其实也没什么可分享的 我也只是一个普通人 但是又很想试一下这条道路 我就思考了很久 我到底擅长什么 我到底想要什么 我能给大家带来一些什么 很多次想到我都失眠了 后来呢 我还是想到说 我到底有什么东西 能跟别人不一样 其实不就是我这 从17年到当时为止 这三年来所有的经历吗 这不就是可能是我最拿的出手 最有差异化 也最擅长的分享吗 它也是记录了 自己一路走来的 努力和成长的方式吗 你还记得这部影片 我开头说的什么吗 我说的是我17年的时候 想要努力 但是我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创业idea 我只是定下了一个人生方向 那就是拿着MacBook 全世界边旅行边赚钱 就可以了 到头来呢 我发现啊 确实好像无论是从一开始的 大学毕业 不好好工作 我去日本鬼混 其实真的是为了 慢慢的人生拿多一个国际体验 到网路赚到第一个五美金 然后赚到钱 立即去旅居 所有的一切都源于 我对一件事的追求 那就是网路创业 也是为了实现更自由的生活嘛 那这个领域的话 我有一个憧憬的未来 那我应该就有一个持续学习的动力嘛 那行啊 那我就分享我学到的算了 我分享我自己的生活就算了 所以呢 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也不多想了 就开始分享一些 社群媒体赚钱的方法 还有就是自由接案的方法 然后这些分享都是我以前做过的 我学到的东西 然后后来再到一些我的旅居日常 我的一些生活分享 结果这样做了反而更有力量 我发现世界上有非常多跟我同频的小伙伴 也有着相同愿景的朋友 我能够透过这样的事情链接到他们 然后给他们带来价值 很多同学也慢慢的在同一条道路上面受益了 所以说我慢慢的觉得做内容 拿来分享是很有意义的 它其实是对你自己过去的一种复盘和记录 我自己也不是一个专家才开始分享的 我也是一个学习者 不断的输出 不断的学 然后直到现在也是 这也让我学到了什么 就是即便是个菜鸟 你也可以分享 因为谁都有一个小白学习的阶段嘛 小白里面又有小小白 那你看小白教小小白 效果可能比高手教小小白好 因为小白能够更明白 小小白的处境能感同身受法教得更好 所以说很意外的情况就是 我是从自己的一个人生的方向性作为出发点 来分享我这几年的知识和生活的 结果人生的方向性却也成了我的创业方向 因为原来很多人跟以前的我也是有一样的烦恼的 瞬间我就觉得说 哇 原来这就是我能够产生的价值 我改变了很多人的认知 影响了很多人的生活态度和理念 我也解决了他们想要在网路上做一点什么挑战些什么 但是却不知道该怎么做的一个需求 然后最大的一个转机就来了 在19年大概9月份的时候呢 我做了三个月的分享 分享如何网路创业 如何经营YouTube频道 然后开始很多的用户朋友开始来问我 要不要收图 很多同学来问我说 网路创业到底该怎么做 然后他们希望学到更多 有没有进一步的帮助之类的 在那个时候呢我自己也是有点受宠若惊 但确实私底下也帮助了挺多人的 但是那个时候一直都没有把自己的东西系统化的总结起来 而且在当时的市场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 能够帮助拿到结果的那种培训业务 所以呢我就觉得说 这件事情应该我挺可以做的 我自己也挺想做的 所以说在19年11月的时候 我上架了第一个线上课程 两个星期就超过了270位同学加入 然后到了20年的时候疫情第一年 因为疫情的原因嘛 就很多人也把目光投入到了线上创业 线下的也急着往线上转 所以呢这一年我光靠着一个项目 很幸运的就积累到了人生的第一桶 100万美金 有很多人可能会问我说 小船我也很想拿到我的第一桶金 但是到底该怎么做呢 其实这个答案也很简单 那就是找到一个别人愿意为之付费的需求 并且解决它 其实不断的去解决别人的需求这个过程 我们换一种说法 这个就叫创业 不管呢你是像我一样那种创业 还是说做电商创业 做APP创业 做实体其实都是一样的 但是呢世界上需求有很多 真正关键的一点在于 你能不能找到有人愿意为之付费买单的需求 大家可别以为这个是很简单 绝大部分的创业者可能都死在这句话上面了 就我听过一个创业者的故事啊 就是这个人他发现了很多人上厕所的时候呢 都有一种共同烦恼 就是拉下去的那一坨 会溅起来水啊炸在屁股上面 这个人呢就觉得这是个商机 就开发了一个不会见水的抽水马桶 结果怎么样 结果没有人买 为什么 因为你在马桶 那垫上一张纸就可以解决了呀 零成本啊 像这样就是 而真的要找到真正的需求 很简单的一点就是 回想起你自己曾经拥有过哪样的需求 比如说啊 你曾经也是宝妈的话 那你肯定知道对于一个宝妈来说 减肥哄孩子 例如这些 是一个多么受关注的事情 你就能够感同身受的知道他们的需求 和他们的付费意愿 你才能做出一个非常棒的产品 去解决这个问题 对吧 就比如说过去几年 我的烦恼就是网络创业 我真的是天天愁得要死啊 天天找资料天天学 还不知道到底学的对不对 所以说我很了解我想要帮助的是什么人 这个痛点对他们来说有多痛 因为这个就是以前的我自己的经历嘛 那自然就能够做到更好的产品去帮助他们 所以说不是人人一开始都有创业idea的 如果你没有那个分享的灵感 也没有创业的idea 它是没有关系的 分享你自己熟悉的领域 分享你的生活 你自然而然就会吸引到很多跟你同频的小伙伴 我推荐你这么做也是因为你们是同频的人 你了解他们的需求 他们的想法 这个就是你拿到人生第一桶金的一个捷径 我把我整个网络创业的过程 包括一些不同领域内容创业做企业的案例 录成了一个70分钟的公开课 你会把它放在影片的资讯栏下面 但我要说清楚 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道路 做内容首先 先不说什么才华 不说什么灵感 我们就说 commitment 执行力 很大的需要 第一年的时候 连剪辑都是我自己做的 一切自己包办 然后包括写脚本拍摄剪辑 一周做一部已经泪滩了 那些一周双根 甚至三根的朋友 我真的太佩服他 这件事真的很花心力 很花时间 所以能做起来的普通人 我觉得也不是真的那么普通吧 接下来我想说一下我的一个真实的感受 其实现在回顾看我自己走过的路 我想要说的是 我能获得我的第一桶金 完全是因为我果断 果断地抓住了整个个体商业发展 最蓬勃的那几年 那如果你现在给我类似的机会 我也可以说 我不敢保证能做回一样的程度了 但是呢我也不会焦虑 因为就算一个方向不行 我可能也会换另外一个方向 直到找到了我想要做的效果为止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想要的是怎样的生活方式 分享一个最近让我印象很深的账号 今年开始我有考虑要不要买房 所以说在抖音会刷到一些房产相关的账号 我就发现了一个还不到一万粉丝的新账号 它在一月份的时候 一个月的交易额已经做到了 4亿台币了 这个账户是交客户买房投资的同时呢 也衍生出了像房产的社群 房产的咨询 中介贷款服务 还有买房赔跑之类的项目 结果呢我都惊到了 我看到的时候它都没有做几个月 我不是说所有的领域都能够做到这种程度啊 但是呢 这其实是一个 事在人为的一个行业 那如果你本身在你自己的领域 有足够多的专业度 足够多的资源 然后再把自媒体变成你 获客和扩张影响力的杠杆 它其实能够给你带来 很大很大的想象空间的 还有人说啊 上面说的这是专业人士的事情嘛 那普通人 如果说找不到立即市场 也没有什么好分享的呀 关于这一点 我是不同意的 你的人生阅历 经历过的故事 你发生过的事情 都是你非常很好的表达的素材 那你活了几十年 你有过很多烦恼 你解决过很多事情 而这些呢 都是这个世界上面很多人的共同烦恼 跟你是有共鸣的 你做你自己 分享你自己就可以了 不要担心什么立即市场 那是一个顺水推舟的事情 你做你自己就可以了 你的人生故事 其实可以讲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主题 我觉得自己是超级幸运的 能够把自己的喜好理念 和大家的喜好理念 把这些东西都能够结合起来 直到找到自己那么一个存在价值 所以说你还记得我开头说的吗 自由的人生很难实现 但是还是可以试一下争取 努力三年 人生就有可能被改变 当然 人世间并没有那么容易了 你从我的故事也能够看到 我折腾了好几年 中间没有躺平过一次 才等到了光明的时刻 在光明的前一刻 积累的那三年 我都是在一片黑暗里面的 我不知道那一束光什么时候才能射过来 这个是一个反人性的过程 还以反反三年 99%的人在第一年的时候估计就放弃了 别说一年了 可能甚至第三个月都坚持不下来 真的能够做到三年如一日的更加凤毛麟角 但是沉淀下去 第二年第三年 你过去沉淀的汗水和努力 迟早都会以别的形式 别的方式来报答你的 所以呢 这条路很辛苦 但如果你想清楚要尝试的话 也不用想太多 先记录你的生活 记录你的学习 当你输入的同时 输出给别人 你持续的去做 你的影响力就会越来越大 你帮助的人越多 就能形成你的竞争壁垒 因为你在用户心中的地位 别人是很难去取代的 你能够链接更多同频的人 交到更多厉害的朋友 获得更多的商业机会 你也会慢慢的接近 你当初想要成为的那种人 OK 如果看到这的话 能不能给我下面留言一个 我在我在 让我知道 因为这部影片实在是太长 太反人性了 但是我希望这一段创业经历 这些推心致富的事情 都分享给你 能够对你产生 哪怕一点帮助和启发 最后呢 可以在这里给这部影片点个赞 这样才能够让YouTube知道 你喜欢这类的经验分享和知识 以后演算法才可以 推荐更多这类的影片给你 帮你更快的 从政治上面迭代其他人 最后也可以follow我的IG了 这里面有很多在YouTube 不会分享的干货和数位游牧的生活的 那小船在这里都衷心祝福 每一位看到这里的朋友 接下来都事业顺利 然后找到你自己适合的生活方式吧 我们过几天见 拜拜